厂桌上摆满了果粒大外型家的各式各样品种的芭乐 有珍珠 水晶和水蜜等芭乐 评农高树香举办第一届芭乐推广活动评鉴赛 吸引28组农友参赛 现场相当热闹 我们芭乐要入森 基本上它的高兴要吃 它的高兴要留着有去煮去煮 别太光滑 高树香芭乐种植面积高达300公顷以上 由于位于水源保护区日夜温差大 加上农友不断地改良种植技术 所出产的芭乐不仅果实硕大 肉质清脆且多汁 它比较强调无毒 而且它的肥料都是有机肥自己做的 自己发酵的 所以吃起来的香气一定跟其他化学肥料 种出来的甜度是不一样的 香气不一样 我们高中间有很多芭乐的 我的芭乐都会打出来 这个评鉴我相信一次一次继续的 我们的芭乐的芭乐就走出来 所以今天办芭乐的活动意义很大 也对农民实质的帮忙 高树香长王树伟表示 透过品鉴赛除了肯定果农种植芭乐的用心之外 间接提升高树芭乐的知名度 希望消费者能以行动来支持芭乐农 新唐亚太电视李金菊芳雅贤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